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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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4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黎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尋拍下黎智英獄中放封相片 美聯社記者被拒入境 遺商抗議開槍悲劇 警方陷武力過度爭議 樓市衝擊銀行業 匯豐違約防貸激增 大家好 我們每天都會收到很多來自健康52年的正面玫瑰 今天分享的是來自西雅圖的黃小姐 她有家族遺傳的高膽固醇問題 服用三高代謝補後 我的膽固醇有時候就到了150、160 我吃了這四瓶之後 我就降到了120 因為吃了美國的那些膽固醇藥也沒什麼降 另外我也聽說那些膽固醇藥比較傷肝 另外膽固醇大的肝功能原來也高 我後來肝功能從25降到了17 17就正常了 你知道的 我先生吃了健康520 她的血糖一直是9 打針吃藥也下不了 上個星期她看糖尿病醫生 哎呀你最近做什麼 是不是鍛鍊了身體呢 她沒有跟醫生說她吃了這個產品 但是她自己心裡頭清楚 她的膽固醇說得更好 壞的膽固醇現在只有81 這種健康產品是補充品 不是藥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三高代謝寶不僅針對三高問題 還能調節內臟功能 幫助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你也在尋找一本天然的健康解決方案 不要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香港媒體9月23日披露 美聯社一個法籍的攝影記者 早前向香港提出了工作簽證被拒後 這個月中自行來到香港的時候 又被拒絕入境 而這名記者曾經在香港 拍攝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在獄中的相片 明報9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這名法籍攝影記者的工作簽證 今年上半年到期 其後申請簽證留港 但被拒 上個星期嘗試以法國公民 隊友面簽入境香港 抵達香港機場的時候 被查問後 被拒絕入境 遣返法國 美聯社去年8月刊登一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獄中的相片 攝影記者是Louis Delmar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 也刊登了這張黎智英在獄中的相片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關注有會員被拒入境 建議當局向新聞界提供更公開透明的簽證許可準則 以維護香港新聞自由形象 美聯社發言人在明報表示 為該記者在香港的工作驕傲 美聯社繼續在港運作 並與攝氏記者處理下一步後續 根據目前的規定 法國公民可免簽入境香港 停留不超過90天 據報導 法國當局已經向港府當局提出交涉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已有多名外國記者和傳媒機構人士 有類似的遭遇 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 都亞辦事處、倡議專員、白奧蘭 彭博新聞社旗下的中國籍類記者 分別在今年的4月和8月被他入境 入境處稱不評論個別個案 會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處理每宗個案 警方9月15日 在北角處理家庭糾紛時 警員向一名有精神病紀錄的持刀男子開槍 造成該男子死亡 引起家屬和外界質疑 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江玉寬 9月23日受訪時指出 事件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 警隊對相關人士有行為指標 包括有內心、避免大聲講話等 他關注警方有沒有對警員提供相關的訓練 以及要求警員遵守相關指標 另外江玉寬質疑 事件中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及合乎比例 指在普通法精神中 要制止傷害發生 無論有沒有列明都要考慮使用武力 是否合理及合乎比例 江玉寬同時期望警方可以交代 警員在前往現場期間 有沒有用最大能力去了解病人 他又提到 每個國家就警員 和無行為能力人士接觸 有特定的守則 認為香港也需要研究 設立相關的守則或方案 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一名38歲思覺失調的男子 9月15日 在北局的御所 疑病發襲擊谷企人 一度遲到試圖衝向警員 被開槍擊斃 死者的兄長和遺傷 手持死者的遺照 9月22日下午大約4點半 到灣仔警署外抗議 清後悔報警 死者遺傷指 事發當日死者用拳頭攻擊他和死者母親 當時他們兩個人在房裡頭 他報警時有表明自己情況安全 並重複說了很多次 說不可以開槍 他質疑當時警方可以用盾牌 長棍、胡椒噴霧等其他方式處理 並哭訴自己很後悔報警害死了丈夫 死者的兄長說 事發的時候有三名警員在場 也持有長棍、盾牌等裝備 認為警員有足夠空間採取其他行動 自己已經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希望向警方討回一個公道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9月23日下午見記者回應事件 清理解死者家屬的傷痛 警方心表難過 對他們致意深切的慰問 有稱警方初步檢視後 認為當時的警員 有按相關使用槍械的指引 做出決定 港島總區重案組會盡快調查 至於死者的兄長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蕭澤儀稱會公平公正處理 本港樓市持續低迷 波及銀行的信貸質素 英國《金融時報》9月22日報道 截止今年6月底 匯豐銀行在香港的商業房地產貸款 違約由年初的5億7,600萬美元 急增至32億美元 激增4.56倍 報道引述了匯豐上半年業績指 匯豐現時全球的商業房地產貸款 規模達到790億美元 香港是其最大市場 佔總貸款額45% 比例遠高於英國的18% 而截止6月份 32億美元的信用受損 貸款佔銀行在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總額的9% 報道指匯豐違約規模大增 反映香港商業房地產低迷 已經對銀行業造成了打擊 匯豐新任行政總裁艾喬志 在上個月分析師電話會議表示 很多違約的房貸仍然有支付利息 不過匯豐今年7月底發表的財務報告顯示 部分借款人因為償還債務出現困難 已要求延期還款 匯豐回覆《金融時報》查詢時 拒絕回應喬喬志的評論 另外美國減息後首個週末 香港樓市成交不升反跌 根據中原地產統計 十大屋院過去兩天錄得7宗成交 按星期計急跌53.3% 為最近8個星期伸低 中原地產亞太居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指 今次美國減息效果不似預期 同意月預算案公布撤納後 樓市馬上反彈的情況相差甚遠 認為除了天與外 也留意到減息前有偷步成交 業主普遍不接受大幅的還價 以及投資客或大陸客 都會採取觀望的態度 請了解 請到討論 請接著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